電影俠,Ryan,Pinky,小兵監製,後巷電影院 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后巷电影院 上星期原本我们很有兴致的录制 由于技术问题,真的是技术问题 Echo实在提大声,回音提大声,出不了街 没意思了,孙力也是停了一个星期 今星期继续有电影和Ryan 这个星期比较特别,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大家都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但我们可以在一起录得到,也算是很难的机会 是的,孙力也要看看,受到double的影响 这个新年,接着又加上上星期 我们原本也有提过,但出不了街的部分 包括了一些类地电影抽起了 香港这边其实是深上画的电影 究竟又怎样呢? 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过了这个农礼档次 那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那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次时间比较长 今天看看两至三至四次都不知道 大家尽量看看情况 市场方面,今次要讲的内容比较多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新春的第一档市场一共是开了九套片 主要是会有大概是六套片 而刚刚这个星期四开画的片 又有五套,都开画的情况比较复杂 不过在市场前列的头六位都是韩瑞片 那我都可以总结一下成绩 排头位的就是高千发行王子华至天智导 那可以去到呢,其实第二个星期呢 五十八间四百七十场呢 是万二人次,每陈连高人次二十六 大概是八十九万五 那八日呢,就二千五百五十万 不过,只要留意的呢 就是,麦大中司呢 其实呢,那个势呢 是一直越来越跌得紧要的 因为它年初一的时候呢 收到大概五百万左右 那然后呢,一路那个每场次呢 由最初到一百零多呢 一路跌下去呢 对到昨天就只剩二十六而已 那而今年的赫税当期呢 整体的成绩呢 都比去年同期呢 是下跌了接近三成的 那有两个原因呢 一就是这个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 这样的事日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今年的起码呢 似乎相对比较弱的 今年的起码呢 其实去年的起码 好像很大阵仗啦 那但是 那质素也是欠佳啦 那今年其实 你说质素呢 嗯 是平稳过去年啊 你去年 平稳你三啊 去年有些我完全忍受不了的 包括那些如珠如宝啦 那都要点名 点名 掛名赞做一下 这个 亦都有些放蚊的烟幕啊 是的 就是非常之 就是去年都有一些不堪荣木的 就是不堪回首的状况 是的 今年其实好一点 就是其实全部都炒冷饭 是的 有不同种类的冷饭 可以炒的 那但是 麦代宗斯看来 就是 就算是这样 累積上映了八天啦 那其实它的市场 都过了二千的了 是吧 二千五百五十 那其实应该是今年 最收集的那一套片啦 那但是我经常都说 市场表现呢 就是与电影质数 没有必然的关系 那这套片呢 完全见证到这件事啦 好了 排第二位置 也都是见证到这件事的 东方影业发行的 加油喜事2020 那 四十九间呢 去到星期四呢 仍然上了二百三十几场呢 是七千三人 每成名为止三十一位 是收近六十三万 那就是六天 一年七千开画啦 那么 连完年三十个优先场 就已经七百一十万了 嗯 由此可见 就是其实年年炒 也不是年年 隔几年炒一次南法呢 都是有用的 那今年其实似乎主要都是卖球 那都继续是有捧场客的 我听到有些口痕的网友说了一句 我觉得很棒的 就是整班老千和你何岁 嗯 都对的 是啊 是啊 因为电影里面都是一班演员 都是飞老千 好了 接着第三位的这套呢 就是一套俄鱼片 《环球》发行的D老督日记 那么 57间三百场 在星期四 仍然有七千九人 每成年 二十五位 接近是六十万 八日是一千零七十万 嗯 嗯 OK 那这套其实摆明是《环球》发行 怎么看都不知道 那样子似乎似乎似迪士尼 那样 可能见到这个Robert D. Donnie 那样 Robert Jr. Donnie Anyway 那 那 这些东西都摆明 就真的不是我杯茶了 那你看看他每场的平均日造人次 似乎大家对于看动物呢 也都不是非常有心思的 或者喜欢看一些人头 动物可以看兽头奇兵 未来星期会上的了 好了 排第四位的这套片 市场表现非常有趣 就是叫做《我的想法男友》 英网发行的片 陈家乐加上李静君 那有朋友问我哪位叫李静君 那李静君之前做过一套片叫《高别》 之前就是刘孝卫导演 刘孝卫去左边都不要问我了 那 《我的想法男友》 他们实际上在43间八六场 是在做430次 每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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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位 即是33万6日 就有440万左右 不过呢 我们发现 年初一到四 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 英网的I Square 和全新天地的入座 是非常有趣的 当《一代宗》 在做50多六场每场每场 50多60的时候 它可以是150多160 嗯 连五场每场都声声呼呼 那这个 大家自己探望一下 究竟人次实际座里面有多少人 但是这个状况就是 哇 其实有点想不到 就是 他还要比这个家有喜事 因为卡士弱嘛 赫翠平有个原则 是不理得数看卡士 所以卡士越弱 成绩就越差 是正常的一件事 那为什么这么积极去到做这个 这个这么奇趣的现象呢 目的就是有一套片需要占底的 就是《星王召发行》的肥龙哥哥 导演是一位日本人叫 谷云建志 是动作导演来的 男主角就是恩子丹 配上男人如衣服的毛纯坤 成绩就相当之差了 到第二个星期一 四十六跟一百七十常人得四千一人 每层面都得二十四位 八人才得四百三十万 应该是虚的 在香港虚是不重要的 因为这一套片同一时间 在台湾和马星马地区 都拿了当地的最佳收市 也是最高的收益 所以香港虚不虚呢 人家也说了 香港其实既然排了个期 便上给你了 不过它最大一个期 其实中国大陆 我竟然排了一个2月1号上 不过以今时今日 中国大陆的疫情 中国大陆收多少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那到时 首先你要 那些戏院要开得回才是个问题 那戏院都开不回呢 那继续是 不会有戏可以上到的 好了 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讲 一套真是 美国档奇战禮的一套大型发行电影 迫斯利发行的变爵特工 那变不到一只爵就变了炮杯 那去到第二个星期五 现在230场面 学校假期 即是得4300人 每层那次不够20位 600天得670万 嗯 但其实特有趣的是 这一套片其实其他地方的成绩 是不差的 包括在类地 其实1月3号都已经上过了 就是扣除了这个近期的这个疫情的一些影响 那其实说实际 也都不差的 如果它之前 就是之前的状态来计 所以我应该这么说 那没话说的 基本上是 香港的口味是 都有很多朋友在私下问我 香港的口味是什么特殊 即其他地方可以收到的东西 放到这里都不能收到的 我想如果这套片放在圣诞 就可能会收到 但是圣诞就继续要做Elsa的关系 那结果就要放到农蜜棉 但是农蜜棉 基本上香港董奇的农蜜棉 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观众喜欢看垃圾 嗯 越落伏的影片成绩越好 那即是哈利路亚 那好 抹开几分钟 完 好 好了 大家已经见证到 在今年的賀岁成绩单 那里就知道了 好了 接下来就讲一讲 《營记十大日》 这一套片真好 做了超过三个星期 《營记十大日》 《1917逆战救兵》 在Oscar赢了有不少提名的影片 《32间》第四个星期 《80场》 《1917逆战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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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逆战救兵》 《1918逆战救兵》 《1918逆战救兵战救兵》 做了大量 優先祥第一天 十七間六十五場 千七人次 每場評判一次 二十七位 年優先祥第一天是一一五萬 嗯 OK 優先祥做得多 有人贏到的口碑 但是大家一路覺得普遍 其實好像已經上了 那還上了多久呢 就是另一個問題 應該上到Oscar的 也有時候慶幸 因為當疫情沒那麼重要的時候 你上了 撈了一筆 現在都可能撈不回那個數 我現在接隔離 隔離一套鬧劇 當流發行的烈火臭仔工 十七間五十五場 第一天 每成本本次二十六位 收九萬元 嗯 這個真是 嗯 那套片呢 其實你有少許像這位 六所謂心理家的幼兒園特徑 但是呢 這個就真是 有相當種類的差距 那大家請將這個 智商降低 到一定的程度 再走入場 會舒服一點的 嗯 嗯 套片都不要寄予厚望的 好 接下來呢 就是同樣作中年發行的成績 新生一節的呢 就是呢 高星版的Darkwater 追擊黑水真相的 那這個呢 就是焦點追擊的 班底改的製作呢 都是講一些呢 就是 這些工廠怎樣去排一些污染物出來的 那大家明白啦 近期就出現排毒的狀況啦 就是可以就是 一次 某一個國家的旗的星載變成細菌 那跟著就搞了一大堆的風波 那二十家五十八場呢 一天呢 每成本本次只有十三位而已 其實這套片呢 我們是澳門的國際影展和頒獎鏈禮的位置已經看過啦 這套片是不錯的 那基本上都是講到這個杜邦的Tiffelon 那究竟是害羞死了多少人的 那美國其實掩蓋這件事呢 不知道掩蓋了多少年啦 那現在基本上是全球九成的人 身體裏面都有這隻 而且會有各式各樣的 拿到這個癌症的機率啦 恭喜各位 不知禍不要用那麽多啦 那另一套似乎都是根據星期上話的 但是都之前掩蓋了獎的 金球獎的這個安羅發行的別告訴他 這些真相是別告訴他的 六間二十二場 每場應該不像十六位 那麽表現一般啦 那最後一套啦 每間的炮灰 日本顯震 發行少女情懷總是M 五間十三場 每場不夠十位 其實這一套呢 就算之前也做到不少的 這個推廣的動作啦 甚至派了這個 就是揮春啦 但是似乎呢 香港朋友對這一套呢 其實真是不熟的 包括那個漫畫啦 因為始終是一個漫改作品來的 其實這套片不可以說是差的 會不會是改為送M跟 或者送口罩應該 如果看電影送口罩 我相信應該很受歡迎啦 那都要買到才可以送的 是 好啦 那就看下來啦 第一節時間差不多啦 轉頭回來繼續後巷電影院 好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後巷電影院 那繼續有電影客和Ryan在這裡的 是啦 那剛才說完這個啦 市場表現之後 都要說一說接下來這個星期開畫片啦 雖然呢 接下來這個星期呢 其實原本一大堆要上的中國大陸的賀稅片 因為大陸切當就沒有了 那麼 日常關係啦 其實大家都明白的啦 所以原本緊急救援 急先鋒 唐一間太暗三個全部都沒有了 那麼 二月六號呢 現在變成了 開畫的片呢 是有兩套的 有三套的 第一套呢 叫獸頭騎兵 一套巴足斯帆的韓國片 就是 有人不助 要助動物 但是問題是 原來你收購了一間動物園之後呢 結果就是 動物園已經沒有了那些動物了 那怎麼辦呢 那唯有些人去霸那些動物呢 接下來是給人看的 但是這個其實都 人要如何扮北極雄啦 如何扮這個樹賴啊 如何扮這些長頸鹿啊 那麼 大家也都可以見到啦 那麼這個其實那個班底呢 是這個炸雞特工隊的班底來的 是啊 聽見都覺得已經有點趣味了 只不過呢 大家唯一擔心就是發行公司 繼續翻覆斯而已 好啦 講完了 講完了 好 接下來就是第二套了 第二套片呢 就是荷里活片有兩套 一套是獲獎格局的片 那已經是男主角Tom Hanks有提名的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並不是電台節目的 嗯 這個其實呢 我都是未明白的 Tom Hanks這一套其實是做了這個 拿了這個金球獎 最佳男配角啦 那但是那個Question是 那我的Question在這裏呢 我是不明白的 那一套海報呢 上面都是Tom Hanks的樣子 那為什麼他是男配角呢 原因是 他是被受訪的對象 那而這套片呢 是講他主持一個很受歡迎 帶正能量的節目 所以他真的不是這個項目來的 只不過香港宣傳不找他 可以找誰呢 都是的 其實全球宣傳都是找回他 因為整個預告片裡面 Hallelujah 都是繼續是見老 都是他 是啊 這套片呢 其實在波倫多影展呢 是做這個世界首映的 好吧 那接下來第三套片呢 應該是 觀眾相當期待呀 暗禽步隊 解封小丑女 這個時候呢 在這套呢 心不逢時 分分鐘是這一個有機會大收的片 結果就失注了錯誤的時間 所以每一套片我都覺得是有一定的命運的 你想想連小丑都被炒魷魚之後 原本自殺特工的小丑都被炒魷魚之後自殺部隊 這套竟然給小丑女擔正還要飛的小丑 戲院放大大粒真人的小丑女在這裏 但問題是英王也派30元優惠券 但那些人會不會藥牆呢 我想大家要非常有吉祥 就要蛋量、運氣才能藥牆 這就要看下一個星期的情況 不過你又很難說 當你看到去年下半年亂七八糟的時候 一套小丑收6000萬 但人家這個是小丑的女朋友 還要分手 小丑都可以收6000萬 小丑女收多少呢 大家可以不妨發掘一下答案 這個星期說一下 其實開畫有三套 即是我們會講三套片 其中兩套我們各自都看了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這套 我自己覺得值得大家留意的一套片 叫做《陽光兔仔兵》 導演呢 真是可以說這位導演 其實有時候看他POVER都有點嚇死人 即是 這個他曾經拍過的作品 香港上國大被配了大量版本被配音的 《低俗殭屍還出征》 另一套叫做《雷神奇俠三》 《諸神黃昏》 嗯 是的 因為當年電影節叫做《吃一疆屍屋》 是的 我想其實這套片是很搞笑的 所以《陽光兔仔兵》 這次這個都頗隨志的 是台灣叫做《吐潮難骸》 即是一個難骸 他幻想的朋友對象竟然是 He the lie? 好了 這套片是有個故事的 話說這個劇本 其實這位是一位新西蘭的導演 有一半是猶太血統的 話說寫了這個故事已經十幾年了 一直風塵 話說拍完《雷神奇俠三》之後 剛好Fox想投資這套片 不過就開出一個條件出來 就要求導演去演片中 希特拉的角色 喂 這個真的有點強人所難 還是因為其實沒有人願意演希特拉 也不是的 你這個欺魔 欺魔遇上殺人狂 外面也有希特拉的 最主要原因是為什麼呢 這次希特拉這個位置 其實也有少許程度上是挑戰觀眾的 片中的希特拉是有一個比較搞笑的形象出現 你要明白 如果在某些地方做一些搞笑版的小熊為例 是不能播出的 話說這個版本 其實也令到有些官 在《多倫多影展》做《世界首映》的時候 影評都傾向兩極化的 因為有部份比較傳統的 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拍一些一角快樂傳說的款式 不過我覺得 這位導演要演這個角色 實在是太難去演繹 你找其他演員都很難去演繹 當然導演親自上陣 他要被迫 還要演繹 還要演繹來演繹 都相當辛苦 嗯 這個都永氣可佳了 這套片其實最主要是一個 小朋友的角度是一個十歲的 德國小朋友 而這位小朋友的特色就是 他參加了當年那些納粹軍的少年團 為什麼這片叫做Jojo Rabbit 都不怕穿一點點 話說有一回要他殺兔子 他不敢殺兔子 還放生兔子 就是被整群人笑 就是Jojo Rabbit 這片其實有四個地方 就是講戰爭的時候 有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飾演阿媽的角色就是Scarlett Johansson 而Scarlett Johansson 亦都憑著這片 是獲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這片裡面涉及很多問題 好像很有趣的包裝 但是裡面是一個很黑色的電影 包括說到二次大戰 說到這個猶太人 說到你為什麼 明明這個小朋友 是很忠誠納粹德軍 但是竟然家裡媽媽 是藉了一個猶太的小女孩呢 政治正不正確 而當時來說 其實都應該屬於政治相當不正確 應該是租他打打的 影片裡面出現了什麼事件 就不方便在這裡穿叫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片 是一套都相當之 是一個幽默的一件事 黑色的幽默 當然我們雖然 反而我們不是說 真是二次大戰 真是歐洲的國家 我們看下去的時候 反而就沒有了那種包袱在這裡 我知道有些朋友 看這片的時候 感覺不是太舒服的 這個絕對 等於如果有人拿這個 抗日戰爭時期出來玩 我想應該也有很多人 不是很舒服 所以當年的姜文的鬼子來了 也都造成了很多 一些的風波 但是我覺得導演拿那個 拿希特拉這個額色的目的 並不是去到美化這個現象 反而是作為一個小孩子裡面 內心的一個掙扎的過程 反而這個角度 是提供多一個角度 去我們去了解不同的角色 反而相對之是比較有趣的 另外最要注意的就是 憑著廣告派殺人事件 《最佳南配角》的 《山洛洛洛》片裡面 都有一個頗有趣的客傳 嗯好 未看的朋友也都可以 挖個機會 接著處理 接著進去看看 如果 大家夠膽入戲院的話 可以說開入戲院 好像UA院線 就乘機 就好像說 由這個2月1日開始 營業時間 就沒有了組場了 最早那場也要開12點 但UA其實是其中一間 好像是有於嘗試去排 這個如果大家沒有口罩 其實可以找他們問的 但是問題是 有沒有症呢 這個就真的太運氣了 我覺得 為了派了些什麼口罩出來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呢 你說開12點 還有多點時間清潔 我覺得好像CutCourse多些 那CutCourse 這個狀況之後 我想都是非常正常的 嗯嗯 接著好像自己 好像呢 有一部這個星期的影片 好像你去年看了 那樣 啊 啊 你說的是這個少女懲懷祖子 不是吧 哈哈哈哈 我在說追擊黑水真相 啊 OK 那 追擊黑水真相 其實真的 大家是值得入場看的 但是 嗯 應該這樣說 那它有沒有去到Sportline 那些這麼強大的衝擊力呢 我應該這樣說 這一套其實都挺溫和的 那跟男主角在這個Marvels 那邊飾演的這個Huck 其實是我的天淵之別的 那 完全不衝動的一個角色 其實他的狀況就是 他原本都不是做這一方面的律師 而無緣無故有人上門 就是這個阿媽的不知道什麼的朋友的親戚 跟著上門跟著找他去打這個官司 跟著一打就打了幾十年 大家沒有聽錯是幾十年 即是從他剛剛開始用這個律師行 都還在做普通合夥人 的狀況之下 一直往上打 打到他已經都差不多 都要這個退休了 那件事都還沒完的 那這套片裏面呢 其實那個女主角 其實你算是女主角 都不是氣氛很多的 是Anna Husserway 那這套片裏面 其實你都頗容易忽略她 是Anna Husserway 因為一般她出得來的那個形象 尤其套回到80年代那些位置 其實是你很難看得出 即是很難會焦點在那個焦點上 反而真的會焦點 就是一間企業呢 美國那些企業 杜邦這麽大的公司 為了賺錢 究竟可以多麽不質手段 即明明知道這個不結 即是易結禍上面的這個貼弗 其實所有的人 所有生產線的人 全部都會染病 而且都是一些不知之症的一些癌症 那竟然就是大量生產之餘 就是利用貼弗這種的產物 就是融入所有的防水的塗層 所有這些 大家現在接觸到的 一些什麼防水的雨衣 所有這些東西裡面 全部都有 而且這隻癌症 一旦弱了人體 其實是這一輩子都不會走出來的 所以現在全球已經有90%的人 甚至有90%的動物 體內其實都已經存在了這隻癌症 那就是看看大家可不幸 在抽中哪裏有癌症 那套片裡面其實 你說打官司的一些場景 不是特別多 但是整套片裡面的 interesting的位置就是 它究竟是怎樣一步一步去刮這些真相出來 那怎樣一步一步去盡迫這個 杜邦將他們不願意停止的這個動作 亦都停止不了的這個動作 那怎樣是把那些錢逐筆逐筆扭出來的 那中間用了很多的人力 物力 或者是一些社會事件去做這個處理 那黃瓜幾十年呢 其實這套片我覺得 你給一些耐性呢 其實是一個穩美很伸長的一套片來的 而男主角呢 其實做這一類型的角色 我想都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但是它又掌握到那個節奏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幾難得的 其實這套片呢 的確是新聞性比一個強的片 如果公眾不太熟悉的背景呢 真是要給一點點耐性去調解那個背景 之後呢 你會感覺的興趣會大很多的 所以都值得大家留意 那這個星期呢 還有一套鬧的 那我們剩下幾分鐘時間 我想可以略略說了 叫做《滅火臭仔公》 那真是一套名圖 其實是一套鬧劇來的 就是一群小孩子 去到差不多搗亂那個消防局 那其實真的如果你要計算呢 會很像大家之前 其實會說過的 可能剛才之前也有提到 有一點點像這個幼兒園園特警的狀態 但是公眾兩套片的質素都相差很遠 那這一套裡面的男主角呢 其實上次就是為了 不要被女兒被人搗亂的狀況之下 那就是要去捕奸的這個家長 那他是做回這些有喜感的那些位置呢 其實是OK的 但是就是 我會覺得 那反而小朋友有些位置呢 都算生動的 或者是有些不是很說話的這些 那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呢 如果你說 每次都說到這樣 所以 都多謝那句啦 這套片就是大家 即是藥場的時候 就放下一點點智商 多一點點童真 如果你又不討厭小朋友的 那這套片應該適合你的 是 那所以 大家都不會要求那麼多了 那第二節的時間差不多 好 稍後回來繼續後巷點圓 好 那來到最後一節的後巷點圓 那繼續 我們在這裏 那我們呢 就要將上星期 沒有講過的內容 都要跟大家講的 因為我都要 英雄的點合 都要給他一點時間 他就插這個 什麼代宗師 我其實都不是特別想 拆這個王子華的 因為坦白說 他剛剛上映沒多久了 我雖然不是看最早的那些場次 但是都是一個比較偏早的時間 要去看的 但是呢 看完之後呢 哇 我首先不要講這個 同情牌 或者是顏色牌的問題了 即是做一套 沒有這樣做為 喝碎電影 做一套 胡鬧的電影 或者是其他你想看的笑片 即是這套片裏面的那些笑位 不集中的位置 簡直是 我都很難擠到那些笑容出來 有大量的過期笑話 而且大量的過期笑話 都繼續圍繞著這個 王子華和許少雄的下身 即是下半身 如果差點以為 我約了去看那套電影 叫做春代宗師 嗯 沒有的 有一個事情 你不能否認 就是在場的觀眾 是有笑出來的 即是 即是 如果說純粹說 王子華 心心 某程度上 這套片 是叫做四套河水表 之中 是笑得比較多的一套 但是很無賴的一件事 我經常都說 王子華 她個人表演很好 她的表演很強 但是很奈何地 你看她的動督笑很好笑的 但是電影並不是動督笑 電影需要的是一個團體的製作 我們需要劇本的起承轉合 需要其他演員的配合演出 所以我覺得狀況都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狀況都很嚴重 我想原本都做了幾十年人 搞了這麼多一套 你其實之前的動督特工 大家都說全世界拿王子華一張戲票 終於都算有些起色 拿了四千四百幾萬 而且這套片真的 我覺得四平八穩都過了關 但是這次自己做導演的時候 就真的是 嘻嘻了 Donaldus工有點不同 Donaldus工畢竟導演是張家傑 一個很資深的副導演 第一次做導演 所以其實她的製作 她的創作是扎實的 但是這次《什麼代宗司》 她自己做導演 其實就是計一元雞保錶 差不多是九八九九年之後 再次做導演 二十年似乎 都好像完全忘記怎樣去做導演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要導別人去演 是在這部片裏 你見到導不到一個 你還要是本身導那位女主角 資質真是差的 就是劉森柔 我分成所認 劉森柔很努力去練拳 但是奈何地呢 如果你只要看她練拳 她可以大可以改為 拍幾隨便 跟著她拍這個 Franco 無線雞 已經完成了 我們要看她的演出 整部片她的演出 災難程度 是比起九龍不敗近神的 基本上全部片 只有一糕的表情 當然啦 這部片裏面 我都覺得我是個人 覺得是她的角色 但是需要從頭到尾看 誰都不想挑 這輩子人都很熟 接著來就很生氣 只不過我是不明白 你叫人練了半年拳 接著來出來 最後跟別人打枕頭交 那你這個算是甚麼呢 你是不是應該還一場 好一點的拳賽給別人呢 當然啦 你抬到後面的花水 你都知道可能黃之華 真的是傷了一隻手 就不是電影裏面的劇情 是真的傷了一隻手 是真的傷了一隻手 然後出來只是為了打枕頭交 對嗎 如果是這樣 真的不需要拍得那麼麻煩 你拍回我的賣盆爛友 就可以了 我覺得其實觀眾最失望 其中一件事是去抓樓灘 你這個高潮位都抓樓灘呢 就會令觀眾感覺不至少 還有整個幾拍都拍得亂七八糟 基本上是不知有甚麼方法可以搞得到 所以我覺得呢 完全你可以將套片 最後的CG場面 或者是某些不必要的劇情 切一切 接著拿回那些錢 請一個人 擠一擠個劇本 那可能都會正常一點 基本上呢 也都反映到黃之華 是絕對不適宜再做導演的 基本上他做導演真是搞不定的 好了 接著就跟大家講講第二套片 這套片呢 無論他實際上的市場表現是怎樣 我不能解釋 這套片似乎反而是 可能是 今個何歲當期比較遲樣的一套 就是我的損盆男友 是啊 難得不用買盆 那這個 大概是損盆男友 其實你這個劇情上來說 因為不小心就是想起這個現戀生之前那幾套 包括我的情敵女婿 對吧 但是那個好處終於是 今次你不用看人家說 搞人家一對母女 這個劇情就正常很多 當然啦 每個人都 有很多人都等著 娶個副二代或者嫁個副二代 那套片都滿足了大家的期望 但是只不過今次的現戀生黑暗的位置 他就不是玩一些心機啊 或者那些類型的類型 就不是以前的愛情殘酷物語 他就告訴你這個現實有多殘酷 就算被你一個烏蛙 飛到枝頭變鳳凰 真是跟那個損盆男友 成益身家拍拖 那你之後的人生又會怎樣呢 那這件事呢 其實呢 這條件就不是問題 但是呢 我覺得《熱烈心》有一個進步了 就是呢 他以前拍的影片呢 就是阿寶那次 《熱烈心》和《熱烈心》 和《熱烈心》的系列 是拍了一些很混蛋的外傳故事 所以是用混蛋來形容的 也對的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混蛋 但是呢 這次就是一個窮家女 對於《熱烈心》這個條件呢 其實這次條件呢 都拍到爛了 我們香港呢 也都曾經有《驚師》的名作 就是一套叫作夜長風的爛作 啊 那你如果說好一點的 有這個語錄過沒有的 哈哈哈哈 大家明白 其實呢 其實呢 這個分析很大 我覺得《熱烈心》 好像呢 他仍然是選了兩個 不是很知名度高的演員 因為陳家樂 你怎麼演都好 都仍然是一個異線啊 那麼 李靖君是一個光手出身 其實他真的拍過的片呢 應該第一套就是 走路的導演劉夏慧的告別之前 我相信 基本上是聽後巷的觀眾 應該絕大無數都沒有看過這套片的 但這套片裡面呢 其實他演的社工是認得挺OK的 那這次其實他的表情和表現呢 我覺得是拿不少觀眾的驚喜 其實我認真 如果依照這個新的阿寶 其實以開水龍頭的處理方式 即是幾時你以為他哭都哭到 其實是大腦氣的 因為這套氣裡面其實本身有大量一些 即是都翻炒冷飯的 那些什麼富貴黃金屋啊 跟著那些妖妖零零的狀況都出來了 即是你有很多這些 其實以往你見到 即是阿神騙鬼啊 跟著又炒阿鼓啊 總之香港流行什麼的東西 差不多都放進去了 那但是 那些不合情理的位置 或者是劇情比較粗鬚的位置 其實你有他在那裡 這次我覺得是OK的 其實你一賣場你就開始哭了 是頂到一套氣大部分的位置 即是人是可以分略了後面那些位置 所以變成你如果做一套愛情片來看 即是可以收貨的 但是雖然不是很有賀稅氣氛 那當然 當然啦 其實這套氣氛最差不在這位置 是應該介乎情人之前 和賀稅中間 那現在希望吃完兩條水 那看來現在各自這麼淡 都有些機會的 那麼 那套氣氛家樂 基本上是不用演的 因為他正在做的角色 其實只不過是 以前阿寶裡面鄧麗欣配的方力申 當然 那他的樣子 其實某些位置 是比方力申自負二代的 即是夠惡啦 頭髮鬆起 都比較鬆 鬆起得完整些 那但是呢 那個說真的 其實陳家樂是大部分的狀況之外 除了幸運視我之外 很多片的人都可以做回自己的 即是包括我們 都之前看了一些 尚未放映 是未上映的 這個死一無可疑 其實陳家樂的那款 是差不多那幾個款 這次其實都有一些 即是比較多一些心血 就有一些 司徒格戴後面那班的小花 都有出現 但是那個造勇性 其實是跟黃禎後面那班的精女郎 狀況不是相差很遠 主要都是出來傳一傳場 反而比較表現多的 可能像宋維樹 或者是林勝斌 是的 或者是張健昇都OK的 也是 也是的 跪你冬 是的 所以其實整套片 我真的覺得 上映本台的這套片 其實整套片的質量 絕對不差 但是在一個河稅當期 非常殘酷 大家只看差距的情況下 就明顯地 輸時得非常緊要 是的 即是他會輸給加油喜事2020 嗯 證明了其實東方影劇 包括500名 都是繼續有一定的捧場客 當然我不排除 有些人可能去捧場 兩個女主角 還是有些人專門過去 其實會去看曾志立 我不知道 嗯 嗯 其實 總場都相當有趣 這個是 即是 我想其實就是加油喜事2020 都真是 整個股仔的老土程度 都真是 發善可塵 即是他中間所有 你見過的一些 的橋段 都是以前的 他自己的系列 什麼開心鬼啊 啊 家樂喜事系列啊 這些位置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見過的 即是你唯一 可能真的 有一點點心意的位置 即是叫周秀南出來打兩下 但是 即是 即是打的程度 都是 都是 你如果將他 和這個 黃禎的那些 賭成風雲系列 放在一起 啊 即是 不是找到很大分別的 這個更加像山寨版 其實整齣片 根本就是一個 山寨版的 杜凱豪場 講穿了 那 那 黃白 他真的對於 學術觀眾 他很清楚學術觀眾 是 基本上就是 一眾人 就做回自己擅長的角色 黃白明 就基本上 留在 開心鬼的階段的角色 張智霖 那 然後 跟著 想繼聰做一些 行行奇奇的角色 周秀南 和陳正 最主要就是 推銷她的嬌人身材 特別是陳正的餘寇 發天男 當然推銷她的樣子 唯一 有驚喜 就是 譚耀文 是 是 譚耀文 在某些位置 都做得很放 當然 今次也要多謝這個曲子 但我都賺了不少這個 logo 是貫切整套電影的 但是 我覺得整套片裏面 最好笑的位置 其實是 張濟聰這次用英文打小人 竟然是對的 我覺得整套片裏面 兩點之一 如果不是 大家可能真的要回去看 那套片裏面 那套片的質素 都只能這樣說 提醒大家 如果是 那套片裏面 那套片裏面 不知道 情人節入去看完 會有什麼反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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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警勢的作用 那就叫大家 記得 出門要戴罩 行房要戴套 好 因為當 好了 因為當見到 朱鑑賢的表情的時候 大家應該 都 很有 現在 亦某療患者的感覺 哈哈 哈哈 好 好了 其實 這個星期 剩下的麒龍國光 我想 可以這樣說 很標準 是一個黃晶的電影 一分鐘來 都說完 前三分之一是這樣的 中間三分之一是 門道太太 臨美國三分之一 只是打字 那 整套片 因此都是正常 但是 無順坤 真的不知道現在什麼 黃晶是正常的 但是 《足蹤直人》 可以說是 從何以來 最令人討厭的一套片 其實《足蹤直人》 還有很多很討厭的日本片 可能你有沒有看過 這一套是維持了一貫的水平 當然 他有一些位置 他都很白白 我反而猜不到 周麗琪和 陰子丹 竟然是一套片裏面 多多一點 都真的有點火花 至少那個程度 絕對比旁邊的 《麗大宗師》裏面的 王子華和劉真 周家儀 周家儀更加不好說 周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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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角色真是 我想那裡的 究竟真是 封闊於人生的污典 其實我到今天 都不看周家儀 誰會到亂來做什麼 大家都 唉 裏面的 說到這裡 這個前期的後巷典員時間差不多了,希望下星期可以再和大家見面和大家說聲,拜拜!